这观音像宫里多了去了 就是黄金的也够多的 当年前龙爷 在建福宫收藏的黄金佛像 少说也有几百 奴才没见识 也不知怎么 奴才一见着观音 就觉得特别的亲 就把他请到家中相逐供奉 也不知怎么着 就想把他送到太后这儿来了 老二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佛像有什么特别吗 太后 奴才看也没什么特别呀 太后啊 奴才这么仔细一看呐 这观音怎么和太后您有点像啊 有这事 快取镜子来 取镜子来 果然呐 果然呐 小镇子 是你让人照着我做的吧 不 奴才这就不懂了 不过奴才倒真是从年花寺 一个游方僧人手里请回来的观音 据他说 他是从天竺那儿请回来的 所以我想 奴才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奴才懂了 太后就是观音 观音就是太后啊 是是 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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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管怎么说呀 也是小镇子的一片孝心哪 小镇子 你这么孝顺 想要什么呀 奴才 奴才不想要什么 只是奴才近来比较悠闲 奴才正当年少 应该为国效力 想请太后 赏奴才该差事 好好好 我总说呀 我谁也信不过 不过咱们青贵 不管怎么说 也是一家人哪 至少不会造反 想不想要那个 户部的差事啊 我 太后 小镇子年轻 缺乏历练 给他户部的差事 你们从前 不是一直想要 这个差事的吗 怎么 现在拿起事来了 前一阵子啊 是老五挡了你们的道 现在呢 我把他请走了 你们最近也踏实了 也有孝心了 哎 算了 给谁不是给呀 就给小镇子吧 奴才谢圣母皇太后 恩赐的恩赐